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朝嘉兴年间 杭州有个乞丐头 叫金老大 众人叫他金团头 金老大家从祖上到他这代做了七代团头 已经积攒下很大的家业 在杭州有上百间房屋 还买下了千顷良田 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他最大的心病就是女儿终身大事 女儿已经大龄 却未找到适合的婆家 那么团头是做什么呢 团头就是乞丐的头头 就跟小说里的起帮帮主一样意思 团头的手下管着一帮乞丐 乞丐也服从团头的管束 低头哈腰 如家奴一般 不敢抵触团头 乞丐们每日乞讨回来的钱物 要上交一部分给团头 遇到刮风下雨 大雪封门等恶劣天气 乞丐叫花五爪的时候 团头则要负责他们养活乞丐 提供周时衣物等 保证他们活命 团头日收取乞丐的日头钱 积少成多 慢慢了就积累了一批财富 他们把这些钱拿出去放贷取息 如果不嫖不赌 长期积累 也能治下一份家业 团头就算发家了 治下了财富 名声也不好 得不到平常人应有的尊严 毕竟 你这些财富是剥削最穷苦的人得来的 再怎么富有 你也是个乞丐的头头 今老大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 就有了想改变自己这种低贱的社会地位的想法 他先把团头让给同族人金赖子 不想再与乞丐有关联 下一步 他就想给女儿找个好婆家 希望女儿嫁入名门望族 实现阶级跨越 今老大早年丧妻 有一个女儿 不但人长得漂亮 还通学诗词书画 能读能写 女工也做得十分精巧 管闲生率兼有所沿袭 待人接物 更是八面玲珑 不属于名望家族的千金大小姐 今老大倚仗女儿的财貌 想让女儿嫁入名门望族 从而改变卑贱的社会地位 只是名门世家的公子戈尔 愿意娶团头家的女儿的人少之又少 一般的人家没有虔诚的人 今老大又看不上眼 这样高不着低不就的 就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一直到十八岁 他的女儿都还没许配人家 这天金老大的邻居老伯突然造访 他对金老大说 太平桥下有个穷书生叫莫鸡 二十岁 长得一表人才 才华满腹 是个大学生 只因父母亡故 家境贫寒 未曾婚配 年纪与你女儿般配 不如招他入坠做你女婿 金老大听说是个读书人 心想读书的也算是有前途的人 女儿和他成亲 将来女婿若考取功名 我们一家跟着沾光呢 于是欣然答应 并劳烦老伯作媒 四日 老伯到太平桥下找到莫鸡 对他说 金家女儿要着许 问他是否愿意入坠 并强调说 我也不瞒着你 金家祖上是做团头的 现在不做了 虽然名声不好 但家庭富足 而且有一个好女儿 秀才你若不嫌弃 我就帮你促成这门亲事 听说对方家庭名声不好 莫及了沉默了 读书人注重名声啊 可是转念一想 我自己现在衣食无拙 也没钱娶妻 逼就他家是一举两得的事 人穷至短 也不怕他人笑话了 于是对老伯说 老伯 你说的这是件好事 可是我家庭没有聘礼 怎么办呢 老伯说 秀才你只要答应 不要你出一分钱 所有的事都包在我身上 我先回父亲家去了 老伯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今老大选了个黄道几日 给莫秀才送来一套新衣服 叫他过门成亲 莫及见到金家女儿 金玉奴容貌俊美 十分满意 他不费一分一礼 白白得到一个漂亮的妻子 而且家庭富足 衣食无忧 心情也欢爽了 他的同窗和好友 知道莫及的贫穷绅士 也都体谅他行为 没人取笑他 过了一个月 金老大准备了盛大的宴席 叫女婿莫及 请他的同窗朋友来家里 喝酒聚会 以荣耀他的家门 宴席一连摆了六七天 金老大天天宴请宾客 却没请过一个团头 这可就惹恼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金赖子 金赖子本就是金老大的族人 如今他也做了团头 算了也是金老大的同辈 金老大的女儿朝旭成婚 理应请金赖子来喝杯喜酒 可是金老大他都没坑过一生 金赖子想 别说你女婿是秀才 就是做了尚书 宰相 我也还是他书工啊 你金老大不就是多做了几代团头 多点钱财罢了 就不把人放眼里了 我就不能做你家的凳头了 我得去搞他一场 让他美好下场 金赖子带了五六十个乞丐 直奔金老大家而去 一群穿得脏兮兮 突破烂烂的人儿 聚在金老大家门口 有的敲破碗 有的哭爹喊娘 有的大叫财助赏银子 场面极度混乱 金老大听到家门口有吵闹声 开门出来看时 金赖子直接跑厅堂 在宴席上坐下 专捡好酒好菜吃 嘴里还说 快叫侄女婿夫妻俩来建叔公 瞎得女婿宴请的一众秀才 淘息而去 墨基也跟着去朋友家 借宿了一夜 第二天才敢回来 金老大很无奈 他再三哀求金赖子说 今天是我女婿请客 不关我的事 改天我再准备好酒菜 陪你续话 同时叫人拿出许多钱 分发给下的乞丐 又叫人排出两盘酒 抓了些活鸡活呀 让他们自己回去做熟了吃 全当是他请袭了 忙活到天黑了 种乞丐才散去 金玉奴躲在房间里面 感觉脸面丢尽了 亏对丈夫 泪流满面 金老大也觉得 在女婿面前出丑了 第二天木鸡回来 心里很不高兴 但也不敢说出口 自己选择的婚姻 后悔也没办法 鸭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事情过后 金玉奴知道 自己门风不好 要想有出头日 只能依靠丈夫用心读书 考取功名 他鼎力支持丈夫读书 古今好书 他不惜金钱 买给丈夫读 还出钱请人给丈夫讲书 出资金给丈夫广交易友 增进建文 有金家的支持 墨基才学日渐精进 也渐渐出名了 没过几年 就被推荐参加会试 金榜提名 近视极地 墨基头戴乌纱帽 身着官袍 骑着高头大马回到村里 他如今功成名就 自以为扬眉吐气 一群小孩看到了他 围过来说 金团头的女婿做官了 墨基听了 心里不高兴 又不好发作 只好默默地回家去了 墨基回家拜见岳父 虽然表面上礼数周全 却一肚子地懊悔 要是我知道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富贵 还怕没有王侯贵妻 招许成婚吗 如今拜了这个团头岳父 真是玷污终身了 将来生个孩子出来 也是团头的外孙 几代人被人笑话 可是妻子善良贤惠 没有什么大的过错 也不好和他闹矛盾离婚 当时考虑不周的 真是后悔了 墨基他竟然忘了 他是得了金家的资助 才有今天的 他贫贱的时候 他是空着手来到金家的 如今富贵 没有金家对他的资助 他能有今天吗 这些竟然忘得一干二净 没过几日 墨基受职上任 他领着妻子登船就任 走了几天 来到彩氏江边 靠船在岸边休息 月光明朗 墨基却睡不着 其身穿衣 坐在船头赏月 江水迷茫 夜深人静 墨基又想起 困扰心头的团头之事 心中闷闷不乐 突然 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他心里闪过 墨基走进船舱 唤醒沉睡中的御奴 说是叫他起来看月亮 御奴睡得正寒 不愿起来 在墨基再三催促下 只得披衣走出船头 御奴刚抬头 去望天上的月亮 墨基出其不意 把御奴推入江中 随后墨基把船翁叫醒 让他赶快撑船离开 船翁不知道缘由 只得按吩咐撑船而去 走出十里之外 船停下来 墨基掏出三两银子 赏给船翁 说是给他买酒喝 他对船翁说 刚才 少奶奶看月亮 不小心坠入江中 老久不上来了 然后又照样嘱咐 船上的几个丫鬟女逼一番 当时新上任的 怀西转运时许德后 正搏船在石江的北岸 那里正是墨基刚刚停泊的地方 他和夫人推开窗户看月亮 两人持背对饮 未曾睡觉 突然听到岸上传来 一个女人的哭泣 哭得生哀怨 让人听着心痛 许德后夫妇心地善良 以叫人过去查看 发现有个女人坐在岸边痛哭 就把她叫到船上来 问她为何独自一人再次哭泣 金玉奴把自己的家事 连同如何资助丈夫读书 有因何被丈夫抛弃的经过 详细地跟许德后说了一遍 许德后夫妇见她可怜 就收她做干女儿 并吩咐下人 不能把这件事传出去 没几天 许德后就到了怀西上任 他刚好上墨基的上司 见到墨基时 许德后只感叹墨基一表人才 却做出如此薄情寡义的事 有过半年 许德后对下属说 我有一个女儿 财貌还算可以 想招一个年轻的男子入赘 你们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呢 下属们都知道 墨斯户青年丧偶 以致向他推荐说 墨斯户青年才俊 是最佳的人选 在众人撮合下 墨斯户见与上司联姻 是攀附高知 前途无量的事 正合他意 也就答应了 成亲那天 墨斯户关带整齐 冒叉金花 身披红锦 和披着红帕的新娘 拜礼完毕 被送入洞房 然而他前脚刚跨入房门 就被七八个丫鬟老玉 手拿竹篱细棒 一股脑儿地打过来 把乌纱帽都打脱了 背上棍棒交架 打得他叫苦不迭 正打得头昏转向 只听见房中传过来 一个交往的声音 不要打死那个薄情郎 把他拉过来见我 那群下人 有的扯着耳朵 有的拽着腿 七手八脚把莫斯户 拖到新娘面前 莫斯户不明何故 还在问 我犯了什么罪 娘子要这样待我 新娘自己拉下红帕 瞪着眼睛说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 莫斯户抬头一看 吓得直叫 有鬼 有鬼 许德后事实走进房间说 女婿别乱叫 这是我在彩石江边 认的干女儿 不是鬼 莫姬自知恶行暴露 只得下跪谢罪 此后在许德后夫妇的劝说调和下 莫姬金玉奴两夫妻重归于好 和和睦睦地过日子 金玉奴感恩许德后夫妇收养之恩 待他们如亲爹亲娘 莫姬也被妻子的行为所打动 把岳父亲老大接来他任职的地方 给他养老送终 许德后夫妇过世的时候 金玉奴兜至双重的校服 以报答他们的恩情 莫氏和许氏世世世代代结为兄弟 往来不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